221 明報 監視者如影隨形微笑點頭也指揮 2015年7月26日專題A11在普爾考述的我的前半生日書中憶述 在被醞養充當快女的十四年間,所謂皇帝也是歷盡恥辱 作為關東軍監視普爾的帝室御用家,吉江安直對普爾如影隨形 普爾不但無法擺脫,而且只能遺免是從,普爾後來回憶稱 吉江的實際職能就是一根電線,關東軍的每一個意思 都是通過這根電線傳達給我,我出巡,接見賓客,行禮,分事神文 舉杯足酒,以至於點頭微笑,都要在吉江的指揮下行事 我能見什麽人,不能見什麽人,見了說什麽話,以及我出席什麽回 會想講什麽等,一概聽他的吩咐,我要說的話 但多時他事前先用日本式的中國話寫在紙條上的 舟捷滿是舟辦、藍、可在藝滿王剛展示的舟捷上 普爾的批是大都市舟辦、藍、可、知道了等字樣 據王慶祥介紹 1935年5月2日,普爾在訪問日本返回後 在勤民留清宴堂頒報了回聯訓民詔書 普爾回到長春後,鄭孝須以把意就的初口盡情上來 普爾照例揮不話可 這時,帝失語用掛吉江安直說 聖上莫及,在者照書陀情 A應該添上衣傳不語為與日本天王精神如一體 以及一德一心等字樣 普爾只好立即照辦 親家因然斬首為低難玩一命1936年春天發生的零星事件 是關東軍領獄魏滿洲國要員最怒骨的一例 清末蒙古都統貴福之子靈星 是魏滿建國緣分 普爾曾將四妹許配給他兒子 當年,擔任興安北省省長的靈星來新經出席省長聯席會議 在會上發言說,他在興安省有席無權 一切都是日本人做主 因為此發言,靈星被關東軍求上返滿抗日通修罪名 並於當年4月19日被處以斬首極刑 對此,關東軍還對普爾說 殺一警白時必要的 普爾以帝王之專卻不能挽救親家性命 還只能立即解除四妹與靈星之子的分約 1940年,普爾被迫從日本迎回了天照大臣 關東軍規定 每月初一、十五 滿洲國所有大臣和關東軍司令官都要到神廟祭治 1940年7月15日 普爾頒法國本奠定詔書 確定天照大臣為滿洲國的國神和國教 在滿洲國建國十周年前夕 吉江安寺更赤裸裸地對普爾說 沒有日本,便不會有滿洲國 所以應該把日本看成是滿洲國的父親 所以,滿洲國就不能和別的國家一樣 稱日本國為盟邦有邦,應稱做親邦 言外之意 普爾只是日本的而皇帝而矣 被迫奉日臣為國神普爾軍事法庭 咆哮戰後在東京遠東軍事法庭作證時 普爾把日本如何迫他接受天照大臣的經過說了出來 日方的律師說他攻擊了日本天王的祖宗 這很不合乎東方的道德 普爾停上大聲咆哮 我可視並沒有強迫他們把我的祖先當他們的祖先 我可以對於而老闆 所以我之前都不合著 也不要是一會兒 之前很浪漉的 我們有多部門 也放在門יר 瓦 我可視為難下